阿嬤的嘴騙人的鬼 我心情不好 這樣太遜了 這個不是我的Style 這次失算 你沒錢啊 你要怎麼買 英文啦 好的 我們現在先要寄行李 你看現在 買的滿滿的 我們一加三口出來 都沒有買過這麼滿 而且還剛剛好 老實講啦 還可以塞啦 我報復姓嘛 因為四五年 對啊 所以我說四年 第一次出國 下次不會了 屁 我還是秉持著一個精神 阿嬤的嘴騙人的鬼 我不會再買了 然後又 我去藥妝店一下 我不會再買了 這個伴手禮好像還不錯 有人要我要送人 藥妝店你們會剛好 又有五樣的呢 喔 這麼剛好 都是要送店的錯 我覺得他第二行下車很猛 真的是很屌 我們去寄行完了 OK 拿到了 我們已經把貨物都已經寄過去了 然後今天就要來跟大家聊聊 關於帶老人出國要注意的思想 我們寄完行李了 我們總共寄了多少 你猜35 我猜25 怎麼那麼少 一個就可以23 二十塊好久心 喔 今天我就要先跟大家講 第一個 帶老人家出國要注意的第一個事項 就是他們會覺得 裝一定要把那公斤數裝滿才划算 你又不是做物流 不是 但我不是說這個是一個習慣 像我的話 我當然越清越好 我並不想搬那麼多 我會不會回家 我也不想搬那麼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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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常在航空23公斤 我都筋筋筋筋筋 兩咖 只多了兩公斤 這樣不划算 不划算 我心情不好 這樣太遜了 這個不是我的style 這次失算 早知道你昨天要買皮箱 我就說好 我還被他A餒 應該用那個素架盒子 就有一兩公斤的 所以我那個顯示 七公斤多 但我大概應該只有五公斤 這樣子不划算 我們這次去回程 都是練兩咖各23公斤 為什麼我老媽會有這樣的習慣 就是因為他們以前都會批活 公斤是不是經經計較 對 他們就是有這個養成的那個習慣 那事實上 我們只是出來旅遊 我們不是來批貨的 我們都需要買那個 我們沒有批貨啊 我是買真的要用的 而且我告訴你 你也買不到啊 你知道我懂嗎 你沒錢啊 你為什麼要買 英文啦 十幾萬 頭頭要二十萬立票 都買了 你為什麼要買什麼 就是說那時候 就是應該 可以想進辦法再買一些 但是 到底要買什麼 行 所以咧 帶老人出來呢 請務必要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女人要帶出來的長輩呢 以前也有批貨 或很喜歡買的習慣 請各位 一定一定 切記 他們一定是 能買多買就買多買 你很難阻止他們 OK 所以第一點呢 就是 老人家對於公斤數的迷思 給他一咖 他一定買滿一咖 啊你給他兩咖 他一定買滿兩咖 但這一次 是買滿兩咖 只是重量不夠 他覺得 第二咖的那個咖 可以更大咖 然後把它再塞得更滿 是吧 對 如果你要帶老人出來的話 請注意你的第二咖 的公斤數 不要相信什麼 他們不會買這種屁話 你就直接跟他說 我們去就再帶一咖行李 就對了 嗚嗚 是貝貝賞 好可愛 裡面還有果凍 可以耶 買一個給布布貝 還有明年的冷堂 購物購物 一直購物 這不知道就要跟大家講 關於行程這件事情 究竟帶老人出來呢 應該要怎麼規劃這個行程呢 我跟你說這一次 我有一點小失算 但是 七七八八能抓到 長輩的心態 尤其我媽的心態 但是還是有 失算的地方 我們關於這一次的行程 你覺得如何 你知道嗎 平常一般啊 我們都跟團 跟團其實 唯一一點就是 跟團呢 不用搬行李 那有人家安排 可是我們如果自由行 其實最麻煩的就是在搬行李 而且他們的那個電車啊 真的弄 很少地方有那種 電梯有沒有 連手扶梯都很少 其他的話 是跟團玩不到的 例如我們這一次去溫泉 這個我真的 從來沒有泡過這麼棒的溫泉 這一次行程裡面呢 其實我真的沒有安排什麼事情 我只是針對 住宿的部分 有做一些簡單的安排 那其實喔 我覺得啊 帶長輩出去 當然每個長輩都不一樣 然後這邊我也是以日本為案例 帶長輩老人來日本 我覺得有幾個 和心關鍵點 大家要注意一下喔 第一個呢 你不一定需要去跑很多的點 年輕人出來逛 就會想說 我要去哪一個點 我要去吃什麼 排隊美食或什麼 其實老人根本不需要這些東西 他只需要有一家一用就可以 像這一次 我本來其實要帶安森媽士去沖繩 可是我發現呢 去沖繩的機票 比來到東京的機票還要貴 所以我就覺得 那一樣花這個錢 那我們不如就做好一點的航空 例如ANA 這種有娛樂系統 大飛機 787這類型 或A320這種飛機 就是它有娛樂系統 也有提供餐食這樣子類型的班機 來到了東京 就是在選擇地點上 其實不一定要去首都 要去一些比較鄉下的 甚至要比較 譬如像長野縣 或是什麼 明古屋 其實真的不一定要來東京 包含沖繩 其實他們也可以買得很開心 原因在哪裡 就是當地的消費 相對會比較便宜 長輩們也會覺得 去超市啊 或者是去他們的小木裡面 買起來他們都比較爽 那說到買了有哪些東西 是長輩來日本一定會買的 當然Omiyage 第二個就是水果 還有一些百元商店 你可以帶他們去到一些 買起來會感覺很划算 很爽的地方 你要買得很爽 又很便宜 其實真的不一定要來東京 在行程安排上 我反正帶老人自由行 真的不用安排太多的點 如果你真的安排點 那就幾個核心 第一個就是這裡很好買 第二個就是這裡很好吃 就像我們去途地市場一樣 這幾個點就差不多啦 那你說要去逛一些廟宇 或者是一些像這一次 有去雷門晃了一下 我覺得呢 設立一個點 就是那種寺廟類 可以設立一個點 讓他們去拜拜 讓他們去籌籤 讓他們去籌籤 讓他們去體驗很日式的文化 一站就好 不用安排太多 我說的沒錯吧 不用安排太多 需要移動的行程 對啊 比較定點是 例如說五天 只有兩個半小時 就是移動 不用太多的移動 不太需要就是太多的奔波 這一次有一點小奔波 因為我們跑到了鄉下去 如果下一次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會選擇就是 我直接就去想像 直接原地 讓他們去買買吃吃看看這樣 核心呢 不要一直移動 找到一個點 讓他們能夠 有得買 有得吃 有得看 有得玩 好啦那我們先吃 看一下我們的早餐 這是他一直以來想吃的早餐 日式的早餐 日式的早餐 日式的早餐就是這樣 很好 早餐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啊 可以安排老人吃日式早餐 好啦那我們先吃東西 下一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很重要的住宿 他呢一直在嫌說 雨田怎麼會人都沒有 然後這麼無聊 對 這是沒有人沒有錯 不過那是因為 ANA它是國內韓灣居度 那整個航廈又都是給ANA 所以變成說 ANA的國際就旁邊這一個小角落 大部分做ANA都會是 在國內旅遊居多嘛 所以佔比比例就會差很多 你會發現到 雨田第二航廈的國際航站樓 這邊是很空的 都沒人 都沒有人 那一直給人家嫌 一直給人家說 這邊怎麼那麼無聊 雨田有分一二三航廈 國際精彩的在雨田一航廈 不在二航廈 在老人的 有一個要注意就是 他們會一直嫌中嫌喜 然後越嫌又愛去 剛剛我就說 旁邊有一間小商店 你要不要去 然後他就說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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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逛啊不要 沒有要買 沒有沒有 然後他就去 找東西喝啊 找東西吃 然後他就走一走 也後悔 欸我跟妳講 那個小商店裡面 有賣飲料零食 我今天想說 那你剛剛不是說 你不要逛 唉唉唉唉 講壞話 這是公立啊 再過來就是住宿 其實日本啊 現在有很多的那種酒店式公寓 我覺得可以讓他們去住住那種酒店式公寓 其實大部分啊 他們跟團啊 都是住那種房間很小 除非你是要去那種溫泉區啊 北海道啊 那我覺得住宿有幾個點 第一個就是 離經典老人會去的景點 例如這一次我們第二間飯店是 TOKYO STATE 一座 那那間飯店並不是什麼產新的飯店 可是那間飯店裡面就是有小小的 雞雞 電磁爐 微波爐 還有附刀 還有附餐盤 它又離竹地市場很近嘛 所以我就會覺得整趟下來 其實那個住宿的點抓得很準 離東京站 大概兩站 坐三手線呢 直接就可以去到比如說上野那裡 但是重點是在於說 比如說東京站 其實我們之前很久拍影片就覺得 那邊其實也蠻好買 你買完了以後 你可以直接再回到銀座 你也不會太遠 那像銀座本身就有很多東西可以逛 很多百貨公司 很多美食可以吃 也有唐吉哥德等等 所以說其實 銀座雖然讓人家感覺比較貴一點 但是事實上 它的位置呢 離女田也很近 在選這個住宿位置的時候 自由時你是比較有選擇權 你也可以做合理的分配 像這一次呢 就是一開始 到了第一天 我們就是住在 新野集團旗下 二樓樓三的這個 新的飯店 大家可以去看那一支影片 你一到的時候 你的行李其實是少的 你可以先選擇住 比較小但是 住起來很舒服 位置很好的飯店 可能到了中後段的時候 不論你來幾天 中後段的行李開始多了 你就可以去住 酒店四公里 有一定的空間 讓他們買完以後呢 可以打開來好好的整理行李 在住宿安排上面 帶老人 帶長輩出來 我覺得自由行比較好選擇 比較方便 他又不知道他去哪 我不買 我不買 我不怪 來跟著我唸一次 阿嬤的嘴 騙人的鬼 在他過來之前 還有一件事我要抱怨 長輩真的很喜歡幫人家帶購美 你認為我說的沒錯 你就給我嘉義 好吧 不是你這麼難得出來了 這一次購物的百分之八十的時間 幾乎都是實時直播 你要買什麼買什麼 當然啦 每個人對旅遊的快樂都不同 他覺得幫人家買東西他很快樂 買到這些禮物 然後去送人很快樂 我這次還開玩笑跟他說 欸我帶夫婦阿 阿默默阿 三個人這樣出來 跟你這樣出來 我覺得跟你出來好累喔 精神損好 很累 他有回來了 不能講他壞話了 等一下他又說 玉琳給我回過來 你這樣子真的 我的形象都沒有了 我 他說為什麼我要把他打呼的影片傳上去 他說我都沒有形象 我說幹嘛你想要去選AKB48嗎 很可愛啊 你看大家都說 這樣阿嬤很真實很可愛 大家說對不對 是的話 給個讚 阿嬤好真實最可愛 那這一趟旅程就差不多到這邊啦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有沒有下一次就看大家的表現 給你吹票的時間 最後 麻煩記得按讚 業績衝上來 他就會再帶回來 按讚就夠了嗎 加訂閱 阿嬤出遊系列 全部都要看過 分享再給人家看過 按讚分享 分享訂閱 可能我就有希望可以再來 買買買買 呵呵呵 你們還是不要亂查 好啦 那這一趟也是很開心啊 難得跟我媽自己這樣出來 但這個阿嬤閨蜜系列 如果還要繼續的話 就需要靠大家多多分享 多多支持我們頻道啦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那記得幫你按讚 啊不用了 我媽說過了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以前這裡面真的滿好逛的耶 我們行李真的太重 其實我們不應該那麼早 繼續 我會建議大家如果來雨天 第二行程 你可以先掛 掛完了以後再繼續 至少有些東西可以把它塞進去